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停战 乌克兰和平露曙光 北京散布恐怖气息 天安门附近公路预约才能过 四通桥有两个派出所 意义重大 他们用这种最大的力量对抗中共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11号 星期五 停战 乌克兰和平露曙光 俄乌战争已经超过两年半 战况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 西方盟邦希望尽早限定停战 提出加入北约 来换取乌克兰放弃对备战领土的主张 世界新闻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周前访问美国 推销他的胜利计划 要求美国能够解除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限制 但是拜登总统并没有同意 可是乌克兰方面认为 这并不代表华盛顿否决了这项建议 而是考虑到选举因素 美国极有可能在大选结束后 对乌克兰打开绿灯放行 这并不是因为乌军显示费勇抵抗 而是因为战场情势 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俄罗斯持续在乌东前线各处推进攻势 尤其是狐利达尔遭俄军三面包围 当地乌军寡不敌众 有多道防线崩溃 市中心已被俄军占领 乌克兰盟帮将于本月12日在德国拉姆斯坦召开高峰会 届时 泽伦斯基将提交其胜利计划 就结束俄乌战争 提出具体步骤 并且希望盟帮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北约 泽伦斯基打的算盘是 美国与北约不可能会让他战败 这对美国的威信 欧洲安全影响太大 所以最后一定会全盘同意 就像过去要不到的武器 北约最后都给 可是他所没有料到的是 欧洲各国普遍厌战 右翼反战势力抬头 尤其是美国大选 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声势变大 虽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否认 会跟普京一对衣商讨 结束俄乌战争 如果国会两院共和党占优势的话 援助很难继续 而另一位候选人川普甚至表示 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在宣誓就任前 就谈成停战协议 有鉴于战场与美国形势不利 盟国倾向在高峰会上 逼泽伦斯基尽快以谈判结束战争 其中的一个可能是以领土换取 北约成员资格的和平协议 这意味着乌克兰同意 让俄罗斯继续控制以占领的领土 换取加入北约 保障自己的安全 乌克兰现在正进入最黑暗的战时 战场上的失利 民心士气也随着低落 乌克兰半数的电力生产与传输设备 遭俄罗斯飞弹摧毁 即将到来的冬天严寒 将难以忍受 尤其现在俄乌战争正进入消耗战 战场上 乌克兰只有45万部队 要对抗俄罗斯的54万 近日 普京签署征兵令 要把俄罗斯军队规模增加到150万 同时 俄罗斯明年大增国防预算近30% 转向战事经济 单单是主战坦克 预计每年能向军队提供1000辆 对照俄罗斯的优势 乌克兰根本没法比 乌克兰内部的民意也开始转变中 去年只有33%认为应该与俄罗斯展开停战谈判 今年已经增加到57% 如果扣除那些超过60岁 不会被征兆的人 赞成以土地换取停战的人 比例更高 事实上 去年5月他的民意信任度是80% 今年却已跌到45% 但既然打也打不下去 如果他明年要竞选连任的话 停战和谈 重建他的声誉 似乎是唯一的途径 也终于让乌战中局露出曙光 北京散步恐怖气息 天安门附近公路预约才能过 四通桥有两个派出所 近日 一位澳洲华裔对大纪元披露回北京见闻 詹姆斯陈从小生活在北京 后随父母移民澳洲 前不久 他因料理国内私事 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 感受到很大变化 陈先生对大纪元谈到 北京当局因恐惧严控民间 令他感到难以置信 在北京啊 越接近天安门是越言越谨慎 几乎可以达到每两三公里 就有警察敲车窗户 说是公安要查你的ID 还要相互问车里人的关系 所有外地车不允许进入二环 还有呢 在北京各大高级法院 或者说高级检察院这个门口 都是只要路过 连文件代理的纸都必须要打开 一页一页的仔细阅读 都害怕这些老百姓闹事 陈先生说 但凡是老百姓从全国各地 想来北京告状 上访 各地警察都看着不让出来 连火车票都买不了 而且都接近不了最核心的位置 像北京人还稍微好一点 但也被看着 北京天安门 及附近和北京各个大一些重要的道路 天天都有交通管制 所谓交通管制就是 领导要回家了 领导要出行了 所有的老百姓都要给他们让车 一等等一个多小时 少的一个多小时 本身就是上下班时间 长的达到两个多小时 都到这个程度 陈先生介绍 北京现在有个关注景点 在公安内部叫一山一海一桥 就是玉泉山 中南海 北京市海淀区四通桥 不过 陈先生说 这个四通桥给弄得特别离谱 到现在为止 桥的四个角上分别有两个派出所 大概每天24小时 有几辆伊维克警车和福特警车在那等着 看有没有人上桥 有没有可疑人员 那旁边全是便衣 从2022年到现在 一直是这样 这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 北京市一共有上千所丽交桥和上千所天桥 每一个桥上都安插一至两个人 24小时至少三班岛 每八个小时换一班人 每个人每天300块钱 还包饭 还送盒饭 这是对纳税人的一种极大的浪费 这是老百姓的钱 陈先生认为 北京是全中国的一个标板 是一张脸 脸都这样了 何况其他的脚底板看不见的地方了 北京是全国的镜子 北京都成这样 全国更恶劣 像其他地方 现在达到什么程度 就是老百姓现在有怨言都到不了北京 他没有地方去申冤 他也出不了国 所以就很惨 非常的惨 意义重大 他们用这种最大的力量对抗中共 美国众议院6月25日表决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台湾自由通讯传播协会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台湾分会 9月15日在高雄举办了一场相关座谈会 与会学者分析了这项法案的重大意义 他强调 法轮功作为一个来自民间的佛家修炼团体 他揭示的是真 善 人与人为善 先他后我的精神指导原则 法轮功学员自重自律 皆以修心向善为先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以来 细因性命双修大法 既修又练 身心快速同步提升 短短七年已有近一人在修炼 未料 这却引起中共的猜忌迫害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表示 这背后代表着一种意识价值的判断与抉择 也就是说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隔开来 让善恶有报的正义公理彰显于世 明居正认为 中共对于权力有一种病态式的执着 早已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多年来 中共采取残酷迫害 甚至活摘器官等手段 企图灭绝而后快 公然与善良百姓为敌 法轮功学员相信善的力量最大 坚持和平理性讲真相 我也相信暴政必亡 暴政结束之后 迎来的必是光明灿烂的世界 明居正说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会理事长 资深媒体人杨献宏指出 在中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群 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 他们把人性的价值和正义 置于现实利益之上 愿意以个人的微薄之力 去捍卫自由 人权 即使遭到中共迫害 也义无反顾 失踪已6年的高智盛律师 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立委许志杰表示 法轮功学员自江泽民时代 至今仍遭到迫害 美国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态度很明确 针对迫害人权 活摘人体器官的中共官员 以很实际 务实的方法制裁 希望更多国家跟进 而在台湾立法院 他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一兰大学教授徐凯雄表示 只有真正认识邪恶的本质 认知真正的价值 才能做出正确的回应 保护法轮功 人人有保护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拜登和以总理谈崩了 白宫拟强硬军事干预黎巴嫩 乌军袭击俄军武器库 俄西部进入紧急状态 俄乌战争打不停 泽连斯基态度大转变 彭博发文或寻求外交途径解决 有意思 中共军队承认自己不能打 更怕挨打 惊呆 拼刺刀 用牙齿 共军根本不懂两棲作战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请大家同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的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 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